如果假設我希望 剛剛是算產線人員有幾個 所以算出來的六個 應該沒錯啦 一二三四五 六個沒錯 OK 那如果我想要算他們的工資 如果是產線人員的話 那就把工資加總在一起 所以底下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需求 就是幫我算一下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總共多少錢呢 當然你不可能用什麼 用那個人工的方式 用計算機在那邊算 算完之後把它貼上去 不可能吧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用 那個easeer裡面的函數的話 當然這個時候 你可以用那個叫三米弗 OK 那三米弗的話 我記得它不在統計 它好像是在那個數學 數學與三角裡面 所以你在這個這個類別裡面 那往下找到S開頭 三米弗 你在這裡 OK 所以三米弗的話 它是在數學與三角函數裡面 三米弗這個 然後OK 那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當然 剛剛康米弗是兩個 可是你會發現多一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應該可以理解了 這個range指的是什麼條件的那個範圍 所以這兩個一組 那這個的話是要加總的這個範圍 所以應該可以 所以做的方法其實跟剛剛康米弗蠻像的 那range指的是你要去查詢的那個範圍 就這個範圍 那你要查什麼什麼關鍵字 查的關鍵字就是那個叫產線 加一個信號 所以這邊的話就加一個產線 然後再加一個信號 有沒有 有沒有找到 你會發現這個0 為什麼 因為你再來的話 somerange就跟他講說 如果這個範圍裡面假設條件成立的話 那你要需要加總是sum 那sum的範圍在哪裡 就是這個工資 那工資基本上他的範圍大小應該會跟部門大小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只要對照的 比如說A2 他會找到他同一個範圍裡面第一個 就把那一個資料給加總 所以這個sumrange的這個範圍 理論上應該都會是數字 數字才有辦法加總 你不要說沒事 你把這個sumrange給他一個是文字 他一定就不能加總了 OK 所以呢 他加的方式 如果他是產線 就把這個加在一起 如果他是產線 就把這個加在一起 一直累加 累加完之後得到的結果 那就是23884 按確定 就OK了 那同樣的 所以我們剛剛有一個是什麼 convif的 sumif sumif就比剛剛convif就多一個 這個sumrange OK 同樣的 如果你要延伸 我剛剛有提到什麼什麼range 其實另外一個叫什麼 叫平均 所以產線人員工資之平均好了 OK 比如說我要算平均 到底每個員工 到底他們薪資平均是多少的話 別的函數是什麼什麼if OK 好 那所以有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感覺好像跟那個sumrange 他的一模一樣 有沒有 range指的是這個啦 你要平 你要找的條件 那你要找的那個關鍵字就是產線開頭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產線 產線 然後後面加一個信號 OK 然後呢 你要平均的放 abrile就是這個工資 也就是他把找到的喔 一個一個的全部平均 OK 那平均得到的結果 就是3980 OK 然後把它稍微在小數點 如果把它去掉的話 就簡單的方法就是減少小數點 OK 把它取到整數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可以看到平均 所以喔 由conif 延伸就是有someif 然後還有averageif 你們再找我看有沒有什麼什麼if 反正做法是差不多的 所以以後啊 我是建議各位喔 就是函數的學習 盡量就是等於是能夠觸類旁通啦 不是說你把它背起來 說沒有意義啦 而且啊 這特別注意了解 它的那個什麼 這個前面這個 這個的意思喔 OK 那當然底下也會有說明啦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也會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 它中文意思下面都有講 有沒有somerange 要被加總的儲存格 OK 然後如果省略的話 其實也可以省略啦 如果省略的話 它就把原來的這個 這個當成是要加總的範圍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是007 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